大家好 欢迎收看百看影谈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国产恐怖悬疑片《情夜》 郝东是一个程序员 每天加班回到家也不能好好休息 因为他最近因为梦夜缠身 夜不能寐 这天他又因为梦夜无法入眠 走到阳台看到对面的一个公寓 公寓里一个穿白衣的女人在作画 这个女人想做什么 即将做什么 郝东似乎都知道 突然间冲出来一个男人 用镰刀砍死了那个白衣女人 并把她推下了阳台 郝东一看非常着急 冲过去想救这个女人 但是通过物业打开门后 却发现屋子里是空的 楼下也没有摔下来的尸体 郝东有一个女友 是电台的心理节目主持 这天他找到他的女友 在女友的躺椅上好不容易入眠 又开始做梦 梦到一个恐怖的女鬼 郝东跟女友讲起 他对面公寓的女人和梦里的女鬼 这严重困扰着郝东 让他无法入眠 郝东的女友引导着郝东 发现其实楼对面的女人 都是郝东想象出来的 或许那个女人在引导他回忆着什么 这跟他的老家有关 所以郝东回到老家去看舅舅 梦里又被梦叶惊醒 郝东跟着一团烟气 走到以前村里发生命案的房子 透过门缝 他看到一个女人被砍死 他尖叫着醒过来了 在一旁的女友说他睡了两个小时 他把梦里这个女人命案的故事说了出来 以前村里来了一对狼才女貌的技术员 女技术员很漂亮 村里的男人都很喜欢他 突然有天男技术员死了 女技术员没过多久也被杀害了 说起彻检就完 女友告诉郝东 也许那个死去的女技术员 就是郝东幻想着看到的女人 女友提议 被郝东一起回老家去看看 郝东和女友回到老家 和舅舅谈起这个案件 再加上他最近遇到的事情 他觉得非常的蹊跷 于是郝东和舅舅去问以前的办案刑警 老刑警拿出以前的救案券给郝东看 郝东在夜里又被梦叶缠身 突然想起来小时候的他 远远看见一个人在凶杀现场 附近的井里丢了个东西 跟老刑警说了以后 果然在井里发现了作案工具 当天晚上郝东被人奇迹打伤 幸亏女友救了郝东 老刑警及和村民开了大会 同报了查案情况 并在村口设置了关卡 果然凶手想办法逃脱 这个人就是村里居委会的张会计 他对女技术员垂涎已久 本来打算调戏女技术员的他 没想到被女技术员的话激怒 用镰刀砍死了女技术员 这时候郝东又从梦境里惊醒 原来刚才的一切都是梦境 女友就在他的身边给他开导 说他梦境里的人都是他想象出来的人 来引导他回忆到以前的真相 而这个真相也许对小时候的他冲击很大 而现在他被引导着修复着他失去的记忆 从女友家回家的路上 他突然听到电台广播里说 他的女友伊凡三天前已经死亡 原来伊凡并不是他的女友 而是他想象的 一直在梦里无法醒来的郝东 终于醒来了 他回忆起真实的事情 原来他的舅舅认识女技术员 曾经是恋人 而女技术员移情别恋 让舅舅恼怒 当前女友再次见到舅舅 舅舅发了狂 先是杀死了男技术员 后来又抢劫了女技术员 在女技术员被张会计砍伤以后 舅舅去女技术员家里查看 发现女技术员其实没有死 女技术员拉着郝东舅舅说他是凶手 他舅舅一着急 捂死了女技术员 原来真正杀死女技术员的人 是郝东的舅舅 郝东看到了这一切 受到惊吓的孩子 逃跑的时候磕到了脑袋 小郝东也选择性失忆了 本来这常年被掩盖的真相 一直无人发现 却因为郝东外婆的去世 郝东翻看小时候的旧物 其中就有女技术员的旧物 成为郝东恢复记忆的导火索 说是鬼缠身 不如说是郝东痛苦的记忆 以及亲情的纠葛 让他充满了矛盾 他无法说只能被这些记忆折磨着 不得安宁 这部影片最成功的地方在于 把梦境拍得那么真实 却又能到最后让人分清 什么是幻觉 什么是现实 现实和幻觉之间的那条线 被导演演员拿捏得非常准确 是目前中国不可多得的 一部恐怖悬疑片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